11月8日,2018格力卸手为斗堂起鸾欧2,寄送一本,挪孝荣贤机会连霸卸本,2018年3月在广西南宁举办,并正式对外公布参赛球队信息,中国足球协会竞赛部主任七军广西中足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吴淑德,南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蔡志忠,万达体育中国公司总裁杨东为,冠名赞助商。 当格力电器代表及近一百位媒体记者到场,共同见证今一届中国杯赛事的起幕。 2018格力卸手为斗堂起鸟谢为蛆围酒,揪燃池传载文亏镇酒,揪踏下新四居屯各奔欧餐打连WGC灰玉霸卸泻布木收林前击赛事。 2018格力卸手为斗堂起鸟谢酒,亮牟兰拿胸幽为圣钢太行,骑匠纳伦湖,C科勋谢永谢松市桥,脚系18。 满居旧2017年的首届比赛,2018年的中国杯将全面升级。 定档国际比赛日,客队阵容堪称豪华,2018年中国杯赛起定于3月22日至3月26日正值国际足联规定的国际比赛日。 这意味着各队都将十分重视这次能够获得国际积分的比赛机会并派出最强阵容积极应战。 出主队中国队外,2018年中国杯的三支客队分别未来,自南美和欧洲的禁律乌拉圭、威尔士和捷克。 其中乌拉圭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南美区域选赛中利亚老牌足球禁律阿根廷队以第二名的身份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而队中苏亚雷斯、卡瓦尼等球员都是巴塞罗那和巴黎圣日尔曼的当家球星。 他们的到来将成为2018年中国杯的焦点。 威尔士国家队中一直步伐世界顶尖球员。 拉什、吉格斯和贝尔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中国球迷有望在2018年中国杯的赛场见证国际顶级球星大圣贝尔的精彩表现。 捷克队与中国足球获惧渊源。 中国球迷熟知的河南建业俱乐部的多奇卡尔正是捷克国家队队员。 他在中超的抢眼表现让球迷们记住了他的名字并期待他在新一届中国杯上代表国家队出征。 发布会上苏亚雷斯、卡瓦尼、苏西等球员代表通过VCR的形式为2018年的中国杯赛送上祝福和期待。 国家主力出战为2019年亚洲杯练兵。 2017年首届中国杯上中国队最后一分钟逆袭。 利亚强队克罗地亚最终获得第三名为中国队2017年的赛事之旅振奋了士气。 也是李皮教练上任以来取得的首场胜利。 2018年中国杯中国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 为冲击2019年亚洲杯冠军的目标积蓄力量。 中国足球协会竞赛部主任欺君致辞。 中国足球协会竞赛部主任欺君在致辞中表示。 2018年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将是中国男足国家队。 2018年在国内参加的最高水平国际足联A级足球赛事。 中国杯为中国国家队提供了更多与国外高水平球队交流的机会与平台。 同时也为广大中国球迷提供了更多在家门口欣赏世界级高品质足球赛事的机会。 中国队目前已在礼皮主教练的带领下开始着手2019年亚洲杯的准备。 中国杯将是国家队极好的一次练兵机会。 广西南宁在叙国际赛事中国杯之约。 广西众族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无数的致辞。 体育运动的发展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激情,一个地方的文化内涵。 广西众族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无数的在发布会上表示, 广西众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及时做出打好体育翻身掌, 重任广西体育雄风决策部署,提出要把广西打造成为面将世界特别是东盟的重要区域赛事中心。 通过广西与中国族协、万达集团等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 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确保2018年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取得圆满成功。 南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蔡志忠致辞。 2018年中国北比赛将继续在广西南宁举办。 在2017年的比赛中,广西体育中心以国际赛事标准打造球场和服务环境, 即使连日英语缅缅,比赛也丝毫未受影响,得到了所有参赛队的高度赞扬。 同时,为了保障赛事的成功举办,南宁地方政府在赛事筹备、城市接待、交通输导、安全保障等方面群情投入, 将壮族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融入中国杯半赛中。 特别是对国外参赛队而言,这是一次极具中国特色的足球之旅, 使得广西南宁成为中国又一个足球文化发展的新标的。 对于2018年中国杯南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蔡志忠表示, 将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密切配合精准高校,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的精神, 将赛事各项工作,做充分,做仔细,做扎实, 共同把比赛扮成国际租联中国足协各国球队和国内外球迷满意的体育盛会。 万达体育中国公司总裁杨冬为致辞, 一起开启2018年中国杯序幕。 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足球协会竞赛部主任七军广西赵族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吴淑德南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蔡志忠, 万达体育中国公司总裁杨冬为共同启动了2018格力卸手为斗扛其唇卧库小舟男牛平卸为又乱倒十七格某卓怨图防磨。 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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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静